刚刚讲那个lookup的部分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所以你就把一个是界面 界面放的位置你就把它剪下来 放到一个新的界面 另外一个是data data就是这样子 把这边的纸查过来 所以以后的话向他选单就可以去查到 他对应的相关的资料 几号的资料就带几号的资料出来 接下来再来看Hlookup 这个地方Hlookup主要 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说你会用Hlookup主要要点是在 你的栏位名称是在左边 不过一般的那个栏位 刚刚可以看到 刚刚的那个资料是在哪里 在上面 但一般的资料其实都在上面比较多 因为资料固通常都在上面 很少会在左边的 但是也有 如果遇到比如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假如我刚刚讲过你尽量以后 遇到 左边的 你就把它转成 在上面 那之前有同学问过了 要怎么样转过去 当然最笨的方法是 这个就变转90度了 蓝位名称在上面 然后呢 这个是由列变成蓝 由列变成蓝 那其实这样会比较合理一点点 这样用 V路函数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好了 假设不是这样 你的还是这样 因为有些时候 人家给你的资料 就是在左边 那我们要做练习的话 如果我要查什么 CZ2的什么呢 它的入库数量 CZ2在这里 入库数量在这里 然后呢 单价在这里 我希望把 入库数量跟单价查回来的话 当然原则上 他们会在另外 不一样的页面 也是一样可以查回来 那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们在这边插入一个 函数叫H路函 按确定 LookoutValue是什么呢 特别注意 打CZ2 特别注意因为它是个字串 请各位字型加什么呢 双引号 如果没加双引号会查不到 再来TableArray 那什么叫TableArray TableArray指的就是说 你要查询的对照表在哪里 通常 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把这个范围选取起来 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V路函数也是一样 不过呢 通常我们会把这个改成什么 一个名称 所以对照表通常是按F3 跳出来 因为这个地方指的练习 所以我们就不做 直接选取这个范围 再来的话 他问你说Rowindex number 也就是你要取得的是哪一列 特别注意 这个所谓Rowindex number 指的是这个对照表 里面 你要抓回来是哪一列 基本上这个对照表里面有几列呢 1 2 3 那我们要抓回来是什么 是入库数量 入库数量是第几列呢 第2列 所以输入2就可以 那比对方式的话 要特别注意 这个无论是HLOOKUP 或者是VRAM 他只会去查询什么 他的查询条件 只会去查 第1列 或第1栏 V路函数是查第1栏 所以呢 查回来之下 绝对不会是第1 因为自己查自己 那不是根本 所以 一定是2以后的 列 或者栏 那抓回来的条件呢 这边输入2 就是查回来 你帮我查到C12有没有 的第2列 这是要抓回来 那比对的方式的话 如果是0的话 表示完全比对 要一模一样 如果是1的话就找接近的 好 那我们这边找 C12有没有一模一样 有 那就用 一模一样的 C12 找到帮我把 第2列的东西带回来 按打勾 有没有 25就抓 所以他找到他 把25抓过来 那单价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可以把 就是 入固数量的 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再取消 移到这边来 把它贴上 更改哪里呢 更改列就可以了 本来是第2列 抓第3列回来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列的资料 你就可以针对你要抓的资料 就把它抓回来 所以抓到C12的第3列 就588 回来 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底下的这个范例 本来是V2排行数 不过 这应该是打错了 把它改一下 改成H 为什么 因为它的栏位名称 在左边 如果是6万5的话 那它的提存率 应该在哪一个range 查到 6万 这个6万5 那 好像你们的原来是7万5 把它改一下 应该是7万5 OK 那查的话 6万5 在哪个范围呢 在 这个超过 在这里 5万8到7万5之间 12%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查询 查入函数 H如何 我的值要查什么 查这个 它是我要查的 对照表 我刚讲过 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底下这个 这就对照表 OK 查回来第几列呢 123 这个相对于 对照表是第3列 那比对方式是查哪个呢 0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 06万5没有 只能够用1 1的话呢 它会跟我们讲说 有没有 它是找什么呢 找最接近的值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最接近的值 还有淡数 这边是 讲的是最接近 不过我们按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是 12% 没错 为什么他找最接近应该是 6万5 可是如果今天把它改成什么 6万 Range改成 6万 501的话 那基本上你会发现 这个 如果我这边没改 对不对 如果把这个改 应该是 6万5会跟 这个最接近 所以应该 跑15% 才对 可是你按Enter 之后 你会发现 它并没有更改 而是还是 12% 为什么 特别注意 它这个地方 虽然说 跟我们讲说 1是找最接近 但是它少了一个但是 最接近 但是 不能够大于 如果这个值 比它大的话 那就不会找它了 就是会找的是什么 小于的值 不会找大于值 所以后面应该有 但 不大于 找最接近 但不大于 好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是一个但是 可是它没有写出来 所以很多人想说 找最接近 可是为什么 明明这个6万5跟6万 501应该最接近 会找到它才对呀 原因就是 它后面的叙述没讲 所以不能大于 那个大于的话 不会找到它 而会找到 小于它的 就12% OK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用1的话 找接近的 按确定 那一样的方法 就是说 HLUGA跟VIRUS 两者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 特别注意 有没有 蓝位的 名称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上面 所以 一样的题目呢 我们可以再做一遍 这个是7万9 它应该会找到 这个Range 不过因为它的蓝位在上方 那做法上其实差不多 我们做法也是一样 插入函数 找到那个VLUGA函数 按确定 那再来的话 上面是我们的 LUGA value 然后呢 对照表 特别注意 不要选到什么呢 蓝位的名称 然后 本来是RAW 有没有 列 要抓回来列 现在的话呢 改成COL是COL COL INDEX 你要抓的是第几栏 回来啊 1 2 3 有没有提寸率是3 那也是一样找接近 所以输入1 OK 按确定 15% 没错 我讲过啦 如果说你今天 这个词 假如说你把它改成 7万9 好了 这个Range 它应该会找最接近 可是你会发现 它会跑到下面一个 因为这个值比它大 OK 所以这地方的话 这别注意 这个是VLUGA函数的用法 H 是在 左边 V 是在 上面 两者之间最大差别 那等一下的话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那个 综合练习 是练习什么呢 练习那个 血型分析 第1个 血型 抓过来的话 它的对照表在哪里呢 对照表在下面 评价 跟分析 也就是说你们打开之后 如果我今天最后 想要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 就是 一个星号 再加一个什么 底下的那个叫 评价 一个换行符号 再加一个星号 再加一个什么呢 里面的那个 就是下面 这一 这个对照表里面的 这个分析 评价 先一个星号 评价 换一个行 再 一个星号 分析 比如说 它是B蓝 它的血型是B 把评价跟分析带过来 最后看到类似像这样 这个要怎么做出来 公司在上面 这个等一下各位可以先思考一下 那第1步的话请各位把 这底下的所有的蓝的 跟这样 列的高度 先把它选起来 按右键 这边有个列高 我好像先把它调整大概到80左右 按确定 先把它列高先调大 再把什么呢 把里面的这个 这里面的储存格的字的大小 它本来好像是 用到 12号字吧 会太大 把它改一下 改成大概9号字就可以 放进来会刚刚好 那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练习一下 H-lookup 跟V-lookup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综合练习 E这个范例 要怎么完成 哦 等下 很成终的